麦蒂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新赛季他对CBA球师的推动力也是可以预见的 只要看看今天青岛机场的火爆场景 就不会有人怀疑麦蒂的人气 早在麦蒂抵达之前一个小时 已经有100多名球迷来到机场 在这些痴迷的球迷心中 不少人甚至昨天晚上就来占位子 我们昨晚就过来了 一直等到现在吗 对 昨晚就是整夜没有没事 一直 过来这么早 为什么过来这么早 怕错过时间嘛 对 怕错过时间 然后这边招扰就过来 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远嘛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场的人越来越多 上千名球迷未见偶像一面 陆续赶到机场 他们手拿麦蒂的照片和球衣 不断喊着口号 青岛机场从建成以来 还从未出现过如此热闹的场面 希望他在青岛上先打得健很健 希望他成为麦正伟 像马布里一样 球迷今天非常非常热情 我觉得我也希望 我觉得麦蒂也能感受到 我们青岛球迷对他的 对他的喜爱 不仅是球迷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 也都是早早地赶到了机场 只为了得到一个最佳的拍摄位置 在昨天的CBA体测结束之后 就有几十家媒体集体组团赶到了青岛 像麦蒂来 像麦蒂来那个是被誉为CBA最大的外援 因为像麦蒂属于是 不管他近几年 他在NBA表现怎么样 但是不可否认 他在全 他在中国的这些粉丝 包括他的号召力 绝对是中国的number one 说到麦蒂到来 会极大提高CBA的影响力 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而现场已经有一些密道商机的学生 在出售麦蒂的照片和海报 上午九点多 麦蒂走出了机场隔离区 球迷们的热情被瞬间点燃 虽然有大量的安保人员 和多名双清二队的小队员沿途保护 但是从隔离区到机场大门 短短几十米的距离 麦蒂足足走了十多分钟 由于球迷太多 不少球迷根本无法看到麦蒂 出于安全考虑 原定的媒体和球迷见面会 也被取消 这让不少远到而来 准备目睹偶像风采的球迷 难免有些失望 没看见麦蒂 什么 没看见麦蒂 哈哈哈哈 再看电视 再看电视 别带我 啊 啊 走路走来回去 我们到南京都回去 好南京都回去 最好吃的 好南京都回去